对于前世今生,在神话故事中层出不穷 人们也非常好奇到底有没有前世 在科学比较发达的今天,很多事情可以用科学解释清楚 然而在海南省东方市,有一位奇人 他能清楚地记得前世的经历,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纷纷有人过来验证,却都没有反驳之力 难道真的有前世吗?这位奇人的记忆又如何解释呢? 1976年11月21日的这一天,唐江山出生了 在海南省东方市赶城镇这个小地方 他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 加上他正好有八个孩子 家里的生活并不富裕,只是刚好能吃饱饭 其实他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和家里面的其他孩子不同 在刚生出他的时候,是连着胎盘一起出来的 这在当时也是很少见 据说他也差点因此而丧命 他的语言学习能力极强 比自己兄弟姐妹会说话,会得早 而且在语言组织上,也表现出惊人的天赋 从他东方市父母那里了解到 三岁未到的时候,他就有了组织语言的能力 父母曾经还因此而欣喜 1979年这件事有了苗头 唐江山刚好三岁 在和往常一样的饭桌上,他突然对着自己的父母说出一些十分奇怪的话 他说他们不是他的父母 他真正的父母,在距离东方市约有160公里的丹州市 接着他又继续说 自己的名字应该叫陈明道 新爹叫做三爹 由于当时他还小 大家都当是小孩子的玩笑话 所以他的父母并没有将此事放在心上 一转眼,又三年过去了 这时的唐江山已经六岁了 但是他也变得越来越奇怪 他又开始说着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 而且描述的内容越来越详细 他向家人讲述 他是怎么遭遇意外去世的 说自己是在文革期间被人用刀和枪打死的 那时,他住在丹州市新阴镇黄玉村 因为自己所在的村与别的村不合而发生打斗 他的命也丧于此 在那时,除了他父母 其他人听到他这么说 很有可能认为这个孩子是疯子和傻子 都会离他远远的 不过,让人感到疑惑不解的是 他居然会说和他们不一样的方言 方言也被当地的人证明是丹州话 他的所作所为都让他的父母半信半疑 他的父母希望是真的同时 也希望是假的 若是真的 孩子可能就会去与前世父母相认 他们将失去养育许久的孩子 若是假的 孩子非风即傻 这都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 最终,再生父母还是同意了 带他去找前世的亲生父母 其实让他的再生父母做出转变的 并不是唐江山的百般要求 而是一个来自丹州地区做生意的女性 在这位女性的百般劝说下 他的父母才松了口 决定尝试一次 让他到丹州黄玉村去看看 起初他们都不太相信 他会找到自己的前世父母和住所 不过,到了丹州之后 他就像是回到熟悉的老家一样 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黄玉村 并且还见到了自己 一直心心念念的前世父母 而根据后面黄玉村村民 回忆陈明道的死因 这与他之前讲的内容相契合 随后 陈明道的事情 在周围引起了轩然大波 也同时引来了电视台 并且对他进行了采访 在节目上的表达 也让媒体所震惊 这是一个六岁的孩子 所不能达到的水平 在采访中 他也说出了前世的一些记忆 并且说 他死之前被人用刀划伤了腰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 有医生特别对他的腰部进行检查 在他的腰上 医生也看到了一条浅浅的疤痕 在提及为什么急于见父母时 他说自己与前世的父母 能有某种连通 自己刚过六岁时 自己的意识开始清晰了 而且自己能意识到 母亲很可能要离开人世 所以他才急于回来见前世父母 而且他也与前世的爱人相见了 前世的爱人因为他的去世 另嫁了他人 两人在一起回忆起很多事 最后情不由衷抱起来 失声痛哭 除此之外 他还向众人说了 当时年轻人未见过的古董枪支 描述的灰尘灰色 一个三岁的孩子 竟能有前世记忆 这是极为罕见的 当然 也避免不了存在媒体炒作的可能性 有可能是一群人被人利用 而编造出来的谎言 安排好的剧情 若不是有人刻意为之 那事情的真实性 有以下几点的佐证 第一点就是 一个三岁的孩子 把他的前世身份说得如此清晰 而且他到六岁的时候 竟能说出自己前世是怎么死的 其实如果有人现场交的话 未必能出现这样的结果 并且在之后的核对中 他前世的家 的确是他口中所说的样子 他所说的死亡 也跟村民的描述一一对应 接着让人费解的是 一个没怎么跟外界接触的孩子 竟然能说一口流利的单周方言 并且从他会说话开始 就没能忘记这个地方的方言 再者就是 他走进自己前世的村庄之前 就能准确地说出 自己前世村庄的位置 若不是他曾经走过 怎可能如此熟悉 况且 他的再生父母都十分陌生的村庄 更不可能 他是今生去过才说的 还有就是媒体的采访 唐江山说前生是因为 两村打架而误伤致死的 腰上被人砍了一刀 在医生检查之后 发现其腰上 还有浅浅的刀印子 听起来如同玄幻故事 其实事情的真假 还有待考量 就算了 就算了